我剛剛跟一個我們最近要合作的攝影師通了個電話 然後才發現 原來他覺得我是個YouTuber 就是我會拍開箱嘛 但是他覺得我主要是不是在拍開箱 然後在網路上分享這些器材的影片 但其實不是 所以我在想說 我在Facebook我在YouTube分享這些東西卻給別人 這種 好像我就是個YouTuber的感覺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要儘快把我的影片作品集生出來 就是告訴大家我到底做過什麼影片 就把我的影片作品集生出來啦 我們盡量在年底之前把它搞定 這樣子大家才知道我到底拍過什麼啊 然後我的作品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然後 整個 我到底在做什麼就對了啦 反正讓大家更認識我是誰 對啦這個東西叫做Show Reel 就是我們把之前拍攝過的影片全部都串起來 然後用最短的時間 讓大家知道 我們拍過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東西 這就是Show Reel 盡量在2020年年底把它搞出來 好啦 Easy Rig Mini Max真的是太讚了 玩一玩我就直接把它 帶回家玩啦 哈哈哈哈 是Easy Rig 到手啦 好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開箱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 影片的上方或下方的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我覺得影片剪輯非常簡單 每一個人都可以辦到 但是要剪得好 其實非常困難 就像每一個人都可以考汽車駕照 但是你要當F1賽車手 那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辦到這件事情的 我自己是覺得我自己還蠻有自己的剪輯風格 不管是剪輯 像是 廣告啊 或者是音樂影片 反正 就是那一個影片 如果給別人剪肯定就不是長那樣 就是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剪輯風格跟節奏啦 那 就差在細節 那 細節就可以讓整個影片的 感覺完全不一樣 差那麼一點點 每一個片段都差一點點 那就差很多了 但是最近要剪輯的影片有點多大概是五六支影片吧 就 有點 累 但是其實 不是 累剪輯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 後製的部分 就大家都把它 搞在一起 那其實我覺得 最累的就是上文字的部分 就是你要上個 像是字幕啊然後上個 特殊效果文字那些 超級麻煩因為 就是別人 就是業主 或是客戶 或者是那個叫做影片的人 他們就會 怎麼樣就是他們想要改東西啊 就是設計人 大家都知道的問題 就是他會想說 我想要放 我們試試看放左邊一點好了 我們試著把文字放大一點 不要 我不要這個文字字體 我想要換換那個字體好了 算了還是換回原本那個字體好了 這是設計人 都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這個文字調整 我覺得這是最累的 就是我要花 好多好多時間 然後去調整這些東西 然後其實影片剪輯 很好玩 就剪剪剪 但是加上那些文字 就會變得 超麻煩 最好是文字少一點啦 就單純剪輯當然是OK啊 但是你要叫我加一大堆文字 那個 超累